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Mina san 今天來給脫根的遊戲評測完結了 然後昨天又一款遊戲上架了 請各位高台貴手把碗收好不要亂敲 火炬之光無限 那進遊戲前要稍微講一下這IP的來歷 不想看的話請善用進入條 在1996年當時的暴雪還不是現在這個暴雪的時候 收購了一間工作室並發行了那款經典大作 暗黑破壞神 而這間工作室也就是被人廣為所知的北方暴雪 而後來部分團隊的人員離開暴雪 經過幾番周折後最終成立了符文工作室 於2009年推出以暗黑精神為續作的作品 火炬之光 雖然玩法上類似 但兩者仍有不同的差異 少了暗黑壓抑昏暗的氛圍 而是偏向光明輕鬆Q版的美式英雄風格 推出及收穫大量好評 同時也迎來了開始也是終結他們的完美世界 2010年完美世界以840萬美金正式收購了該工作室 並在2012年推出了火炬之光的二代 而在當年的上半年暗黑山也正好發佈 正當以為火炬會被暴雪熄滅的時候 暗黑山卻靠自己過爛的質量跟大量的貨品 為同行雪中送炭 反手助瀾的希望之光 真的是襯托全靠同行 但自此之後該工作室就沒有推出熱門的作品了 2016年時完美推出了火炬之光的手遊版 看這一股夜遊跟傳奇風格的換皮廉價感 真的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但知道這款的人可能也不太多 最終遊戲也是官服了 可憐2017年 符文工作室也宣布關閉 而在之後2020年完美世界推出的三代 也沒有引起什麼風浪 2019年中國的心動網路 取得了IP授權 開發並發行了本次的火炬之光無限 台灣的代理石新重力數位科技 遊戲承襲IP特色 依舊濃厚的美式動漫並略帶粗獷的風格 反映在人物的線條就是簡單的利於美的呈現 常見的近戰、獵人、法師都有 人物的選擇主要是影響天賦的特性 雖然是宣稱武器選擇跟技能搭配的自由 看似分歧多變 可以腦洞搞花刀 但還是多少會有強勢META的存在 通常很難達到完全的職業平衡 看看D2D3都平衡多少年了 有些職位要頂配或者手部層區夠硬 才能追上其他職業的一般配置水準 而我後來回頭看一下英雄榜 發現青一色都是這光頭狂人 原來這才是所謂的火炬之光 劇源方面真的挺好的 除了剛登錄會談個廣告以外 整體乾淨俐落 作為中國開發的遊戲 還是非常值得同行借鑑學習的 劇情方面雖然有不錯的動畫演示 但因為整體節奏偏快 壓縮並精簡的對文本的鋪陳 很多都是點一下帶過 導致沒有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環節 場景上帶有童話、蒸汽龐克的味道 不論從樹林、城堡、礦坑等不同地形都可以愧見 尤其這個煉金池 我個人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整體配色上的亮度與色調都很一致且柔和 不會有過於昏暗或者跳色的狀況 減少玩家長期遊玩的視覺壓力 但因此犧牲了細節跟氛圍 老實說還是少了點冒險跟沉浸感 但畢竟就是個刷刷遊戲 爽打怪比什麼都重要 戰鬥其實真的是無腦點就好了 初期真的不用擔心什麼meta問題 管他什麼流先打就對了 我選的是這位男法師 玩之前我也不知道他強不強 就只是原之暗黑2對法師的浪漫 不過看這使用率 看來是不被大眾所看好 不過即使這麼低人氣的角色 至少在打通 初期地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一路就順順貼著怪點就好 前期是真的沒什麼操作難度 怪物人觸無害也不陰間 不會像抹名和娃娃突然衝出來插你 甚至我還希望怪物密集多一點 能方便我直接瞬移到boss前方 你可以等之後上手後再去玩強勢玩法就好 或者乾脆等下一季再來 這也算是遊戲的一項優點 採用賽機模式 每三個月都會洗牌一次 讓官方有機會檢討修正調整 而眾所周知 一代版本一代神 所以新手最好的入坑方式 就是先等老手探入後跟著走就好 技能方面就各憑喜好了 能選擇的類型 確實非常多元 圍繞自己喜歡的體系去開發 才是這款遊戲最大的樂趣 如果真的不想到腦 就看大佬跟技能排行去選擇就好 或者就學我自己隨便點一套玩就好 唯一要注意的是下面這三個被動技能 能力越強 代價越大 就是你的魔力會被限制 算是遊戲針對輸出控制的枷鎖 但一般只要傷害夠秒怪或者回復的來 老實說也不太影響體驗 另外一個就是天賦術 可以根據自己喜歡的方向去配點 你肯定能找到你想要開發養成的路線 而課金點方面 就目前來說挺精簡的 沒有直接暴力影響玩家體驗的道具 主要以販售月卡 技型 氣零 時裝 時裝不影響素質倒還好 氣零的話可以在七月功能中強化人物 因為是課金道具 即使賽季重置應該還是會保留 可能會隨著課金深度的培養後逐步拉開差距 但對比目前注重裝備養成的權重來說還不算太高 交易所目前也是靠玩家打裝備來循環交易 暫時還沒有被官方的課金系統強行介入 但工作室的入侵還是會有的 雖然有限制60等才開啟的限制 但未來應該還是會有相關的黑科技產生 張庫的話可以用遊戲的免費資源拓寬 不用擔心夠不夠的問題 而一般刷裝遊戲到後期都只想減飽了 真的是夠用就好 我有看到有人評論這款遊戲的引導太差之類的 怎麼說呢 感覺是不是太多人習慣開頭都要有各種紅點加新手引導 只要不把飯嘟到嘴邊 連咀嚼都不會了 而且我也在其他遊戲下方看過類似的留言 說實在的 這款已經簡單到不行了 屬於輕度化的刷寶遊戲 說白了暗黑like 就是不斷選技能換裝備打怪的優化過程 你該問問你自己 是真的需要引導 還是只是想找能掛機的遊戲 或者你應該找其他更適合你的遊戲 結論 一款IP一回憶 千金買皮換回憶 IP死境皮還在過去回憶哪裡選 遊戲方面還是值得玩味了 簡單卻不膚淺 但老實說這款遊戲 其實是沒有很錯我啦 可能還是少了讓人點深入探索的味道 外加歐美卡通畫風 我個人是沒有特別喜歡 但凡換成一個日式美少女模組 我肯定是每日上限刷好刷滿 不過我還是憑借了毅力把劇情地圖都打通了 然後看到這個無限的時刻跟後續的任務要爬 就決定擺爛了 這無止境的刷霜之路 老人家我是真的刷不動了 而且也勾起了暗黑玩家的PTSD 會掉就是會掉 不會掉你打再快都一樣 掉一堆你不要的裝備 才是真日常 阿卡拉 3萬5 我謝謝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